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 正准备去约会 突然路边冲出两个男人 一把将她掳走 女人大声呼救 路上的行人却视而不见 只因停在路边的是一辆救护车 转眼间 秀雅被带到精神病院 四肢被牢牢绑在病床上 她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还没等她搞清楚状况 两名护工就将她拖济于事 发光身上的衣物 拿着高压水枪就是一顿猛兹 再用马桶刷子一顿猛搓 秀雅只能缩在角落 院长告诉她这是精神病院 秀雅满脸疑惑 自己明明没有精神病 为什么会被带到这 她拼命想要证明自己没病 咳嘴被塞字塞住 无法言语 院长似乎会读心术 一眼就明白秀雅想说什么 然后冷冷地告诉秀雅 要好好配合治疗 争取早日出院 见秀雅一个劲地挣扎 院长一个眼神示意 两个护工心灵神会 秀雅被拖到角落 一顿拳脚招呼 直接晕死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昏暗的病房内 一名年轻护工走了进来 帮她取下嘴 再解开手铐 为她吃药 秀雅见机赶紧向她求助 表示自己真的不是精神病 是被强行抓进来的 年轻护工见怪不怪 表示精神病院内 所有的病人都这么说 见护工不肯相信 秀雅夺过她手中的纸笔 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 希望她能帮忙打电话求助 然而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秀雅每天和精神病待在一起 精神渐渐变得恍惚 因为经常拒绝吃药 秀雅被带到院长面前 她询问院长 是谁把她送进这里的 并表示自己不是疯子 然而她每说一句 院长就写下一条病症 最后秀雅被关进了小黑屋 正当绝望之时 事情迎来了转机 第二天 病人们打着赤脚 排队准备例行检查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秀雅旁边 她表示自己没病 也是被强行带到这来的 院长每天都会对她 进行特殊的身体检查 她还告诉秀雅 精神病院里 有一条密道可以逃出去 但是具体位置 只有秀雅隔壁房间的变态 小子知道秀雅终于找到了一丝希望 晚上秀雅正准备睡觉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稀疏声 她猛地坐起 连滚带爬跳下床 只见一只手从隔壁房间伸出 不断摸索 还露出一嘴大黄牙 原来这就是隔壁的变态小子 但为了能顺利逃出去 秀雅还是强忍着不适 询问她密道在哪 谁知变态小子趁人之危 要秀雅用身体做交换 约她明天自由活动食欲世界 第二天 秀雅如约而至 变态小子一脸猥琐地从身后出现 对着秀雅就是动手动脚 秀雅只能默默承受 终于从她口中得知 密道就在院长办公室内 只见秀雅蹲下身去 趁变态小子不注意 一口直接咬下她的命根 瞬间鲜血四溅 整个浴室充斥着她的惨叫声 引来众人为官 秀雅趁乱流到院长办公室门口 却发现自己忘了问密码 她随即输入一个 结果错误 密码所发出警报 幸好被外面的混乱声掩盖 希望就在门后却遥不可及的那种绝望 涌上秀雅心头 这时之前那个疯女人出现 在一旁比划着什么 秀雅心领神会 输入密码 门果然打开了 秀雅在办公室内一阵搜寻 终于在书柜后面发现了密道入口 正时 门外传来密码声 院长回来了 秀雅赶紧躲进密道 可管道实在是太花 秀雅不慎跌落 院长听到动静 一个浑身噬血的女人从地下车库走出来 路上的行人纷纷侧目 这时救护车赶到 可女人像是见了什么怪物一样 转头就跑 原来 在不久前 女人身为正常人 却被当成精神病 抓进精神病院 遭受非人的折磨 农金 她终于成功逃脱 而刚刚那台救护车就是精神病院的 秀雅一路狂奔 身后两个黑衣人紧追不舍 终于碰到一台警车 她以为自己终于得救了 然而 警车在城内兜兜转转 又将她送回了精神病院 两个护工冲出来将她抓了回去 当铁闸门落下的那一刻 秀雅绝望了 原来秀雅的姬夫是警察局长 她与院长是师兄弟关系 早就暗中勾结 秀雅母亲死后 姬夫为了独吞秀雅母亲名下的遗产 指使院长将秀雅抓进精神病院 这样她就能顺理成章成为第一继承人 当秀雅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固定在手术台上 另一边 院长正在解剖病人 不断传来句子的切割声和敲击声 一刀下去 鲜血似箭 染红了白色莲刺 原来 院长还在暗中做着贩卖器官的勾当 将精神病人的器官拿去脚椅 一旁的秀雅想要呼救 可是全身被打了麻药动弹不得 此时的她就如带载的羔羊 只能默默等待死亡 院长拿出手术刀 正准备解剖秀雅 就在危急之时 一旁的年轻护工不小心打翻了 装有器官的盒子 看着一地的残肢断壁 善良的护工傻眼了 院长见状走过来就是两巴掌 让她赶紧收拾 年轻护工这才明白 这座精神病院 疯的不是病人 而是这个院长 看着手术台上秀雅绝望的眼神 她突然想起秀雅之前写下的那一串电话号码 赶紧拨通电话 对面是秀雅的男朋友 自从秀雅失踪后 男友就一直在苦苦寻找 却一直没有线索 当听到秀雅的消息后 男友不敢有丝毫怠慢 马不停蹄地赶到精神病院 在年轻护工的带领下 来到手术室 看到了手术台上奄奄一息的秀雅 正当三人准备逃离时 转角却遇到了院长 院长可没有那么心思手软 直接将他们绑了起来 二话不说就将年轻护工一脚踹翻在地 大骂他吃里扒外 紧接着就把秀雅男朋友固定在手术台上 准备不打麻药直接取内脏 男人被固定在手术台上 一旁的院长拿出电锯 准备不打麻药 给男人开膛破肚 然后取出器官拿去交易 男人被疼得嗷嗷直叫 鲜血溅在了院长脸上 与此同时 疯女人在院长办公室点了一屋的蜡烛 一个不小心 引发了火灾 办公室内瞬间火光四起烟雾弥漫 院长健壮 赶紧冲进火场 抢救自己的家当 秀雅趁机挣扎着从地上坐起 连哄待骗要疯女人给他们接绑 正当几人准备逃跑时 火势越来越大 蔓延到了整个精神病院 病房内被关着的病人们绝望地呼喊着 善良的年轻护工于心部人 依然返回火场救人 而秀雅和男友正准备离开时 院长从身后出现 一把将男友拉进了火海 当秀雅被救出火场 她看到了自己的继父 继父为了私吞母亲的家产 勾结院长将秀雅送进精神病院 今天的这一切都是继父一手造成的 秀雅偷偷跟在继父身后 准备与她同归于尽 可万万没想到 当秀雅一路尾随回到家 继父已经开枪自尽 倒在了血泊当中 而秀雅第一个出现在现场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被当成嫌疑员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然而 事情在一年之后有了转机 秀雅在精神病院内写的日记 被一档时是节目的主持人阿南发现 她在日记本中闻到了爆款的味道 于是带人来到火灾过后的精神病院 没想到真有意外收获 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被严重烧伤的男人 他手臂上的纹身和秀雅日记本上的一模一样 当阿南拿着日记本询问男人时 他变得异常激动 心率飙升 看来他应该就是那个冲进火海救人的年轻护工 监长 阿南又多次找到监狱中的秀雅了解情况 刚开始秀雅是抗拒的 后来发现阿南是真的想要帮自己 于是渐渐放下戒心 将事情的来龙巨脉威威道来 发现事实真如秀雅所说 她的继父为了独吞母亲的财产 暗中勾结院长 将秀雅抓进了精神病院 还为院长贩卖器官开绿灯 后来的一场大火 让继父畏罪自杀 而秀雅就是无辜的 事件一经报道 引起全国轰动 民众纷纷表示支持秀雅 迫于压力 法院重新审理案件 最终 法官裁定 秀雅由其年有期徒刑改判无罪 你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吗 然而并不是 事情还没有结束 反转还在继续 秀雅被释放当天 阿南开车来接她回家 秀雅打开车窗 探出头 享受着自由的风 到家之后 秀雅站在车前 意味声长地对阿南说道 阿南这才反应过来 精神病人根本不可能拿到尖锐的笔 那么这本日记是怎么写的呢 原来日记是秀雅伪造的 被抓进精神病院的不是秀雅 而是秀雅的母亲 秀雅接到护工电话前去救人 差点被割掉内脏 而男友则是她虚构出来的 被院长拉进火海的是母亲 当她被救出来 看到继父 她便一路尾随 亲手为母亲报了仇 电影的最后 秀雅看着和母亲的合照 倒了两杯咖啡 此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这会是谁呢 什么地方 小时 我说 我说 因为我供用的